打卡发生了惊险的咖啡厅挟持事件 最后呢军警强势的攻坚 击毙了六位歹徒 救出了13位的人质 而原本传出七位日本人下落不明 不过现在已经确定 七位日本人都已经罹难 另外当局还确定着死者当中 有九位的意大利人跟一位的印度人 在整起的事件中 一共有20人不幸丧生 不过更让人忧心的是 亲伊斯兰国组织还在推特发文警告 7月4号呢美国国庆日 要对英美三大机场发动恐怖攻击 警匪对峙长达13个小时 孟加拉打卡咖啡厅恐攻终于落幕 警方强势攻坚 击毙六名枪手 救出13名人质 我们知道 这次的政治人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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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攻幕后藏进人是谁 目击者说 枪手层高喊 真主伟大 ISIS宣称犯案 但遭到孟加拉官方不斥 孟加拉笼罩恐攻阴影 但现在又传出 亲ISIS派在推特发文呛吓 警告7月4号 美国国庆日周末 要发动恐怖攻击 还点名英美三大国际机场 包括伦敦西斯罗机场 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还有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 对于这样的威胁 美国官方早就做好违安准备 但英国官方也警告民众 对恐攻要提高警觉 记得真一针综合报道 接着 中文字幕——YK